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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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度假的这种氛围 然后走过来之后呢 它这边还有一个很漂亮的 一个 后面 因为这个房子很大 它是个小小的小庄园的模式 所以你看它后面还有一大堆空地 它这边这一大片空地 被主人做成了一个网球场 然后周边全都是这些大树环绕 大树的这边旁边也是像类似的小庄园 所以很安静 非常安全 而且地税很低 2.2%的税率 然后连物业费也不是很高 就是几百块这样子 我具体的信息还是会写在下面 这个房子真的是 继我之前拍过的一个 三个我十四十几万的小庄园之后 我见过最好的这种小庄园 不仅那边有一个网球场 在另外一面 你看它还有一个很精心的设计 就是它把泳池这块都用围栏给封起来了 这样的话你小朋友 你就可以把这个围栏这边锁起来 小朋友就不用担心去游 自己跑去泳池 然后在这边是儿童活动的区域 它有跳跳床 有这种小的树屋 看 然后在这边还有 它在树上架了一个这样的鞦韆 然后在这边还有一个这种滑梯 这么好的一个院子 我真的是看到之后 我就觉得它好心动 它只有五十几万的卖价 然后刚刚上市不久 如果您对这种庄园类的漂亮的房子 很感兴趣的话 真的要马上下手了 因为这种房子真的是不常有 已经很久没有出这么好看的 庄园类的小区的房子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价位不是很高 而且这边学区很好 然后它去290高速公路也很近 所以整体来说这个房子真的是非常棒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先用看房视频 看看这个房子整体的构造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和练修的立场感兴趣 随时加我微信和关注我对播联系我 我们现在看房子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的车库和房子主体是分离的 所以您看我从这边来看的话 这边正好有一个大门 它可以把车停在里面 然后后面才是车库 然后往这边走 走过来之后 这才是房子正门 现在让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一进门 就是这样漂亮的旋转楼梯 看右手边 它右手边是一个开放式的书房 然后是它的主餐厅 我们再去左手边看一下 左手边过来是一个客位 因为这个房子是一个庄园式的小区 所以这个房子的房龄并不是特别的新 它是在2000年上下的房子 这些信息我会写在下面 所以呢 它其实的年代感还是有的 这种非常traditional的老美国风情 但是您要知道就是现在的这种 新房子 如果房子很新的话 肯定是做不到这种庄园类小区的这种感觉的 这是一个健身房 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game room 然后呢再往这边走就是客人的主卧 主卧也非常的大 挑高够高很高 所以说其实呢 每一个房子都是有它的利弊的 就看你喜欢的那个点在哪里 有的人喜欢这种大院子的庄园小区 有的人喜欢很新的房子 当然了这个房子在大院子庄园小区的 这些房子当中它绝对是一个状况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它有过翻新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洗手间 就是它翻新好的 按摩浴缸 然后窗户 阳光非常十足 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洗手间 储藏室 衣帽间 没有找到灯 这样的衣帽间 这边走 拿铜镜 好了现在让我们去 这个那刚才的衣帽间有点小 所以我觉得 对这边还有一个衣帽间 就是不大了 其实买房子就是你比较注重的那一个点 你喜欢就好了 你要说有个房子明明俱到 院子又漂亮 低税又低 然后房子又好看 衣帽间又大又新 像这种的话可能真的是很难很难 几乎是没有的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客厅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感觉 您听到这个音乐了吗 这其实是这个主人的环绕立体音响的音乐 它是整个房子里都有 你看好大的一个厨房 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厨房 好大 然后它的这个厨房的厨棍都是用做旧的处理 石墨厨棍 这个厨房的这个底下 这就是 这就是炉灶 它这是一个垫的 一个非常漂亮的早餐厅 然后我们再往这边走就看到了它的洗房 就连洗房都这么样的 好了 现在先让我们上楼上看一下这个房子 最后我们再去院子看一下 它这个二楼还是这种木地板的 还不是地毯的 还不是地毯的 所以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样的话 非常好打理 好了 我们现在上二楼了 移上了二楼之后 这是一个game room 我们从另外一面看 效果会好一些 这就是二楼一上楼的game room 二楼都是地板 然后我们先上右手边 看一下 右手边这是一个洗手间 洗手间的旁边呢 是一个公主房 指人家给女儿的房间 全都是木地板 很好打理 好 我们去这边这个房间看一下 一个给儿子的房间 跟很多很多的房间一样 它都是两个卧室 共用一个洗手间的设计 好 我们现在呢 就来到了另外一个卧室 一个儿子的卧室 从这个卧室出来之后 我们就到了 又回到原来的game room了 好了 现在我们就去它最漂亮的院子 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我们来到院子了 看 这就是那个漂亮的院子 首先一出门是个padio 然后这个院子呢 从 分为两大部分 这边是一个拦起来的 泳池部分 因为家里有小朋友 所以他们家长肯定是爱怕 小朋友私自 跑去泳池 所以都把它拦起来了 然后另外一面呢 就是小朋友 这游乐场 跳跳床 滑踢 然后那一面 踢足球的地方 非常的美 好了 我们先去这一面看一下 这个门可以随时锁上 然后进来之后呢 先是来到一个 一个室外厨房 有没有感觉这种风格 就像在度假一样 室外厨房还不忘家里一个马桶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室外上厕所 不需要在游泳 游泳 然后再跑到室内去上厕所 然后它这边呢 做了一个cooler 可以放很多喝的 有个冰箱的作用 下面有一个正式的小冰柜 可以除冰 然后再往这边看 就是一个工作台 工作台的旁边 这样是一个大的烧烤炉 水 烧烤炉的旁边还有一个 特别是特别适合我们中文人的 一个这样的炉灶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煎炸烹炒 就不会让家里觉得有很多的油烟 我们看一下上面 挂了电视 装了网线 还有这个 电风扇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看到了这个漂亮的泳池 看到泳池旁边 我指的这个白房子吗 这个其实是车库 它这是双车库的 车库和房体本身是分离的 这种设计的话会有效的利用面积 然后我们这样就看到这边一个漂亮的泳池了 加热池Spar 潜水区 深水区 包括那边还有一个滑梯 做的都很美 这边看一下 哇 然后这个房子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这个院子周边全都是绿树环绕的 看到没有 这一圈绿树环绕 这些树呢都是本身小区里的树 还有隔壁邻居的树 因为这个小区所有的房子都是这种 占地0.5或0.6个acre的小庄园小区 所以邻居家都种着大树 然后它就四处大树环绕 非常安静 而且这边学区也很好 然后我们来到的这 现在这个区域呢 就是一个打网球的区域 他们给孩子留下来的打网球打排球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咯 然后这边这个小房子是 他们就是做一个储藏间 里面有一些割草机啊 然后你一些储草的设备 他们把这个泳池的所有的设备呢 放在了这个地方 那这样子的话 离这个房子的主体很远 所以这种持设备24小时开启的情况下 它有一个嗡嗡的声音 也不会您在房间里面能听得到 所以整体的这种感觉都是很安静的 总而言之 是这个房子真的是汇聚了很多很多 这个小庄园的优点 主人非常非常用心的 把这个房子弄到现在的这个模样 如果您是想卖这种现成的小庄园的话 会生很多事 好啦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小庄园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有兴趣 喜欢休顿房地产的话 可以随时加我微信 关注我的微博联系我 谢谢您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